再来是疫情影响晚安演习在9月15号登场 玉立分局就表示不实施人车管制以及疏散避难 民众如果接获防空警报声响以及飞弹来袭讯息 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作息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晚安演习9月15号登场 玉立分局表示不实施人车管制以及疏散避难 民众如果接获防空警报声响以及飞弹来袭的警讯 不用恐慌请保持正常作息 晚安演习目的是提高敌情忧患意识 熟练防空发布程序落实防空设施准备 降低空袭人员损害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玉立分局再次强调这次演习会运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等方式 坚对全国所有地区传送告警讯息 民众收到讯息请保持镇静 不用紧张按照正常作息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